来自马来西亚巴胜的拉杰斯·瓦利 出生于男尊女卑的传统印度家庭 从小生活困苦 在1997年 拉杰斯透过身为慈激委员的华裔干妈 认识了慈激 开启了她投入慈激之业的姻缘 因为我的家庭和孩子的背景 是差不多跟我们的医生的背景 那是第一次的东西 让我继续服务员 拉杰斯当初纯粹在干妈身后 看她做慈激行善 直到加入慈激英文组 才让拉杰斯对慈激产生了兴趣 正言上人的著作《Master of Love and Mercy》 启发了拉杰斯 让她在心中许了一个心愿 因为这本书 我感觉我应该去 然后再去找更多人 然后再去追求《Master of Love and Mercy》 身为长女的拉杰斯 为了养活家人 瞬间三份工作 尽管工作忙碌 她依然坚持做慈激 大大小小的慈激活动 不难看到拉杰斯的身影 拉杰斯即将在11月6日 踏上台湾花脸受证 接受正言上人的祝福 成为雪龙八生第一位英语慈激委员 也是慈激中南东马第一批黑珍珠菩萨之一 品质拉杰斯的信念 相信有朝一日 会有更多的黑珍珠菩萨 将在马来西亚诞生 共同分担进化人性的责任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吉隆坡综合报导